在2000年代前,即假也有驗子改運動錶的市場 當年的Reverso被人打馬球用 反轉時保護錶面免受傷害 即是反骨仔的原油 當年出了一款Sport Model,後來也沒有出版 可能有部份人不喜歡這個耳朵的部份 有時問朋友你喜不喜歡Sport的JLC 很多人都說這款式不太適合 他有普通的三針 他有比較少見的Cornel 即是積假來說很少見的 他用另一面做Cornel 這款是他兩地時間 其實他也有演化到的 他舊那一代兩地時間不是Sport 他不是禁制的,是鎖的 當然不方便 當你要教第二個Time Zone 這款錶,現在看起來的尺寸 其實是好的 即是他不大不小 現在的人對手錶 就可能希望 這款錶不要太大 記住大家 我都經常說 有些人到現在都是 有時見一些YouTuber 拍片 那些高手 他用JLC 他也是就這樣拍下去 其實不是 記住,是彈了出來 彈了出來 然後慢慢滲進去 你這樣拍,他頭一兩次沒事 但他可能裡面的滾珠 就會慢慢 撐闊了一條通道 就會很快死 那麼 這邊的細節 跟前面的時針的時間 是同步的 換句來說 他就指著這個Home Time 然後這一邊 你去到日本 或者去到別的國家 按一個時間 就可以教到 第二個時區 去到別的國家 就 這樣使用 他 那個用法 也是 挺好玩的 還有現在流行的紅貓面 不過 都是這樣說 有時手錶 他的運氣味道 就 無論他 做工 或者他的質素 是不是好 都是 沒有人問津的 有時 我見到 這些JLC 在2000年代 那些面盤 打磨 比起現在的手錶 其實是做得 精緻和細密 現在你有功能的手錶 就一定是在 基本價錢中 扯高了很多 可能現在一隻 普通的JLC運動錶 不是 JLC的Rewersal 七萬幾百萬元一隻 再加上 大部分的漂亮顏色 在Potec的Exclusive 沒有Discount 加上它有功能十幾萬元 新的Coin套 我只能覺得價錢是蟹印 沒有辦法 因為大家都要理解到 現在可以給你看 教士 更加多人買 你做過展銷 做過迫銷 一層百彩 剛剛說 這一輪 很多人說 一個B字的品牌 也不太好 他又做一些 做一些 Private Sale 又或者一些 大減價 其實不太好 因為 你叫你買了 你的標的人 情何以堪呢 但你 譬如你 JLC 說不是 JLC 有些調樓 那些大部分 可能是員工 買了 特價的價錢 沒得計 所以 我始終覺得 手錶不是說 市場不是說沒有 最重要是 不要大減價 不過香港人玩標的方式 也是 就是 是否是次要 值不值呢 經常都放在他最頭 當然不是全部玩家 值不值就放在他最頭 我現在這樣說 這些JLC 其實 可能你如果幸運 兩萬多元 你都會撞到一隻 其實就很划算 我覺得 不過 始終 這個 Case 就 不是太多人喜歡 而且他看上去 他是肥一點 比起 那個 現在我們看到的 現在我們看到的 複製 是薄製 但他這個 可能是 Sport的樣式 不過我始終覺得 這個部分 真的 不是太美觀 這四隻 雅 再說 他的接扣 也做得不錯 還有 這個 大家看到 他還有這個 簡單的微調 縮長縮短 有時候 剪錶帶 不用剪 太準 你剪鬆一點 還可以有少少微調 這個部分 也做得不錯 這隻 即假的 Sport GMT 兩地時間 Daylight 他有顯示到日夜 有24小時 在上面 都是一隻 獨特的手錶 看看這些90年代的手錶 都是有 不是 2000年代 也沒有到90年代 那麼早 1999多年 我記得是2000年頭 不過他可能橫跨了一個 一個時段 以前的手錶 每天一年就不出 那些貨又燒不了 可能他最後那隻賣出 是2007、2008年 也不止 或是2010 很難說 不過以前玩錶 你也可以在錶鋪看到 滄海為主 那天在銅鑼灣走一輪 現在走錶鋪 都是非常無人的事 多謝大家